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 第六节到第九节 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 第六节到第九节 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 etaan 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 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三章 在讲这个比喻之前,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大家有时间自己回去读。 这里就是有人说,他们有其他人死了,他们问主耶稣是不是他们有罪, 所以第五节,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跟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后面才讲这个果园的比喻。 这里讲的一个花果树在葡萄园里面。 圣经里面主耶稣说,它是真葡萄树,而我们都是信徒,都是葡萄汁。 所以我们也生活在这个圆子里,葡萄园里面。 这葡萄园也就是预表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各种树,葡萄树,什么五花果树,就相当于我们信徒。 当我读到这节神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信主。 洗礼了已经四年了。 比圣经里面讲的三年,也多一年多了。 我到现在没有结果子。 所以我后来那天想,太阳被主耶稣把我砍掉了。 在这节神经里面说,我们还没有结果子。 上个月,走路上太阳,出了车祸。 我感谢主,可能说,就是圣主说, 再等一年,再等我一年看看,再有没有结果子。 如果再不结果子,主耶稣说,我就把你砍掉。 这些神经里面说,我们还没有结果子。 真的,我有的时候,我在读这些神经,真的是这样想。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神经拿过来跟弟兄姐妹,再起伤害? 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我们现在年纪,还很年轻。 其实我们看一看,镜子已经不年轻了,已经很老了。 现在我们的想法跟年轻人的想法也不一样了。 我们年轻人就想过多干点钱。 我们想住好房子,买好车。 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痛,就是说没有病痛。 有很多人他们坐我们现在都在想开车,开个车舒服。 我现在看着车就已经害怕。 我还想说主耶稣,今天是主耶稣教开的,我今天刚刚从越南回来。 我说主耶稣教开的,我已经有力量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年轻人的想法跟道上的年纪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按照正常人的想法。 我们年纪大的,只要说我身体好就好了。 但是我们身体好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不快的,感觉到我还差钱。 好,等到他身体好了,又有钱的时候,他想,我的孩子们还没有结婚。 好,等到自己身体好,也有钱,孩子们也结婚了。 但是我的孙子还很小。 所以我们人的想法是到了一些时候,他想的都不一样。 我们人的想法是到了一些时候,他想的都不一样。 好,等到我们有一天,躺在床上了,或者说快要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向佛祖祷祷告。 主啊,你叫我身体好起来,我去做工,我去做你的工。 我好好去传福音。 但是身体好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想说,哎哟,我还早。 但是,在我们觉得还早的时候,主耶书是不是说还给我们这个机会? 所以说,我们做人,主耶书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福气,主耶书拣选了我们。 我们一定不能忘了主耶书的恩。 主耶书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认为都是我们的本事。 都认为都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根本就忘了,没想到我们这一切都是主耶书体的。 所以说,我们在圣经的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像圣经像一面镜子对着我们自己。 所以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不要单单听道,也要行道。 因为我们不行道,因为我们不行道的人,就像照了镜子以后走了。 就像我们对镜子,走了就看,就忘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们对镜子,走了就看,就忘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能一点点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什么地方,这个地方,眉毛长了一点点,我们都想办法再搞漂亮。 那因为他对着镜子照,他知道什么地方有问题。 那我们每天有没有对着圣经来照我们自己。 你如果是不对着圣经来照我们自己。 你如果是不对着圣经来照我们自己。 就相关于你每天不照镜子一样。 你如果是不对着圣经来照我们自己。 你的点或者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可能都不知道。 那我们的点或者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可能都不知道。 那我们的点或者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你可能都不知道。 像这一段来,他这个上次摔倒了。 我相信他这个年,每一天,最少都有照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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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看一看,这地方非常好。 我明天我就传福音。 如果有撒一撒,撒一撒,撒一撒,不给他看见,叫他看。 这就是我们要爱美的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圣经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圣经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圣经也要做的。 我们这个圣经也要做的。 而主耶稣叫我们怎么样做的这些实条介密。 如果我们每天就对到我们去看。 感觉到我们很有地方做的不好, 下一次比较注意点, 这样我们才有长进, 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主耶稣的恩, 我们看《诺家福音》17章, 我们看《诺家福音》17章, 我们从十一节到十一节, 我们看《诺家福音》那儿有没有尺寸草草, 我们快点赔得好。 所以还是要rations Про辉冉草草草丹, 我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 CBSJR 和他的構成 演奏和平均津 reserve 整理 普通圖 和平均洋的调子 和平均洋 和平均洋的 通往 包的作品 和平均洋 和平均洋 和平均洋的難 bin 和平均洋 和平均洋 和平均洋的富翁和平均洋的通往 而且更有所活动和平均洋的交易 和平均洋 的相机 和平均洋的 dictator 和平均洋的居生小国iqué洋的故事 和平均洋的作品 和平均洋的相机 的故事 和平均洋的相机 和平均洋的共挡 不亦的共 这里有十个大麻风的病人 你们知道大麻风在以色列的时候是不可以跟家里的人在一起的 不可以跟孩子们,丈夫,什么人都不可以在一起 他们如果从很远看到人就说不接近就要对你们讲,不讲还不行? 你们想一想,他们不能和自己家里的亲人在一起 他们在很痛苦的时候,在没有人能帮助他的时候,他们早就听说了主耶稣可以医治他们的病 这个也有点像我们,现在我们没有现金受疫情 可能家里面有患难,有生病的,有被魔鬼侠食的 就像大麻风病人一样,他们不能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当他们听到有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看到自己的希望来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 所以他们就来找主耶稣 你看他们这里说,远远地站着,就高声地喊主耶稣可怜我们 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知道自己是长大麻风不接近的人,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说,声音很大,很远也很 主耶稣,我们可怜我们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去把圣洁给祭司看法说,你们已经好了 后来十五间只有一个人回来 这一个人是什么人? 是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他们是不打交道的 所以说,他们都是不来往的人 想一想,有的时候说,爱神爱神 其实就是那些人,原来罪不爱神的人 他们反而真正的爱神 他们在这里面可能有很多都是犹太人 但是他们竟然忘了回来感谢回溯 有的人可能想到很多年都没有看到他的妻子了 他首先看身体好了以后,第一个想到自己的老婆在家里面,我要回家 有的可能说,我还有几个孩子,我几年没见到,我先要看我的孩子 有的可能说,我现在身体好了,我抓点时间去做工赚钱,老婆孩子还在家等我 不管你是什么事情 他都没有把荣耀回给主耶稣 他更忘记了是谁把他治好给他这个机会 所以主耶稣在十八节这里说,除了这个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给什么 问这个门徒,其实讲给门徒听 所以他对这个人说,你的心救了你 主耶稣在这里同时也在讲 说什么,我想说给门徒听 你们主的如果信我了,跟我后面得到了福气 你们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去看世界了,不跟我了 其实我们知道做神家的工作,神是不差人,神家里面不缺人做工。 今天我们有机会给神家做神的工作。 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恩典。 如果你感觉到这份不是福气,或者说你感觉到很累,或者说你不心甘情愿地去做, 你可能说,找借口你说,我去做其他的。 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不做,主耶稣会叫别人来做。 你会失去你的恩典了。 就像这个数理一样,你如果说,你现在不接骨子,主耶稣叫别人看下来。 我们不但要好好做,不要白战地图,我们还要接骨子。 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给我们的任务。 给我们的任务。 hiyo hang hain? 和gopo yu hann? 15章16节都 bunched。 和gopo yu h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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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兄弟。 師父,我和你一起討論 drill 同一個患者。 我和你做什麼事? 我和你講, 我和你講, 你講, 我和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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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让人是 Sprint语咱咑 一套梦说 只要再让你一套梦 跟原来一套梦推 Silicon 然后让他一套梦类 也让他最�원的梦 这里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们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真的有福气 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你们柬埔寨都有1000多万人,14万人,148万人 你看,我们的信徒才有300多,我们是什么身份你们知道吗? 我们是王子的身份,跟在地上的王子不一样。 前几天你们这里有王子的老婆已经被车撞死了。 他们都是街上的王子。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我没有钱,我很可怜。 你想一想,我们的爸爸有多少钱他没有? 那美金给爸爸,爸爸的不要,比他更值钱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以后出去,不要说我没有钱。 说我很有钱,放给我爸爸来的。 到时候,我只要听话,爸爸都会给我。 你不听话,爸爸给你了,怕你学坏。 你学坏。 像张晋来现在,他妈妈敢不敢给100美金。 他不会给他的,给他的,他知道去运动就了。 我们今天也是没有长大。 爸爸不敢把那个很值钱的给我们。 。 本来,现在你没有钱,晚上睡不着觉了。 要给你钱,你根本就不想睡了。 说明天安息日。 说明天安息日。 哦,不厉害。 开现场催生。 我们的爸爸是很聪明的。 好,看看爸爸叫我们接什么果子。 这些果子接好了以后,爸爸就会给我们了。 好,爸爸叫我们先接嘴唇的果子。 看西部来书十三章。 十五节。 十三章。 十五节。 快点。 快点。 好,我跟上百四节。 对我们不讲解。 我们要今天唱诗赞名祷告。 我们的嘴不要讲不好的话,要讲造就人的话,讲和睦的话, 然后唱诗赞名祷告,都是我们嘴唇所接的果子。 我们要看诗篇,50篇,第十四节。 我们要看诗赞名祷告,第十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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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叫我们以感谢为祭献于神。 又要向神,把我们的愿,我们向神所许的愿,一定要还。 这样,诗赞名祷告就喜欢我们了。 我们要看诗赞名祷告,第十四节。 像上那一天 有 vorbere比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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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说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 我们把圣灵这个果子每天要对着自己一个一个对着看看自己什么地方有问题 第一个是人爱 第二个是喜乐 我们光有爱 我们每天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喜乐 如果我们很有爱心 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的爱可能是装出来的 我们的爱可能是装出来的 你时间不会很长 因为你心里不喜乐 看到别人好像有爱 其实你这个爱是空虚的 我们的爱是空虚的 然后我们的爱是空虚的 我们的爱是空虚的 然后我们的爱是空虚的 所以说你有爱了 然后有喜乐 然后才能长久的做下去 第三个是和平 第三个是和平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跟别人讲话或者是什么有没有去欺负别人 或者说就是说心里面对他还不很平静一样 就是讲话带着脾气在说 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和平呢 这个也是不对 好 然后就忍耐 比如说我今天做的事情做的很对 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说你做错了 你如果说好 我再看一看 我下次再做好一点 你如果说我做的不好 好 我不做了给你做 好 这就没有忍耐 像我小孩子这样的爸爸妈妈说 你要好好学习 所以说我已经很努力了 你还没有考到一百分 我考不到一百分 你一直考过不念 是的 但今天那时候 做成了个不错 我开始去做好一点 我现在就一直努力了 你也没有考到一百分 我正要做小孩子 我还要继续努力了 我真的有哪一百分 聖明是一个果子,整果子只有一个,但是有七种功效,就是这几个,七种功效,七种功效,七个作用,就是说人爱,喜乐,和平,人爱,恩慈,良善, 现实的温柔,结智,这七个全部在这一个果子里面。 这七种作用少一个都不行,你只要差一个,就说明这个果子没有成熟, 就像一个果子没有熟的话,你要是吃的话很难吃,可能说吃了可能还要拉肚子, 还有什么说人爱的,我们信主耶稣也是一样,就像有的教会一样,他们在圣经里面的道理,他们好了他们就舍,不好了他们就不舍。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道理啊,他们感觉到好,他们就,不好的他不要,好的他才要。 对啊,我们这个宗教会,就是这个传的福音很权贵,他们就是说,对他好他就要,不好他就删掉了。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发现好,我们天天在一起。 我们弟兄姐妹,有谁?比如说我们发现好,就是我们在一起,读经祷告,就我们,他们其他的,我们不管他们。 这个里面,就是像刚才说的圣经里面,就缺少了和平。 所以说我们要有像主耶稣的爱特,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是一个真体,不能分你我。 因为我们只要遇到有问题的话,很简单,我们就通过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就可以把这些黑暗去掉。 我们对着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对着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要对着自己看看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第三个股词是奉献的股词。 我们看马拉基书。 第三章,第十章,第十章。 第三个股词。 第三个股词是奉献的责任。 第三个股词。 第三个股词是奉献的股词。 第三个股词,第十章。 Malak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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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